大家好,我终于回来了 然后呢,今天想给大家录的是一个吹风机底妆的测评教程 然后我这边眼睛看起来有点奇怪 是因为我之前得过神经性皮炎之后 眼睛经常会发红,肿胀,还有起皮 然后前几天肿得跟刘子晨似的 然后今天稍微消肿一点 然后呢,这只消肿,这只还没有完全消肿 然后呢,是看起来有点奇怪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然后呢,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我最近的皮肤状况 先整体的看一下 因为最近去台湾完了之后呢 在那边肯定是不会饥渴的是吧 然后呢,我就在那边吃了很多奶制品 还有甜品,还有各种油炸食品,也熬夜 加上那边天气很闷热,有潮湿 所以又包了很多的豆 看到了吧 然后近距离看一下我最近的皮肤状况 你看 立体的痘痘有 痘疤有 就所有人的毛皮肤问题在我脸上都有 看黑头也多 然后呢,关于毛孔,我觉得我毛孔是挺大的 但是呢,我有一部分不是毛 就这些比较大的坑 对焦嘛,比较大的坑,其实不是毛孔 是我妈妈说,一出生 一出生以来就有那个 脸上沾了沙子 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抠下来就留下坑了 所以我这样绷进来看 哎呀,怎么对不了这样 绷进来看的话是会变平的 所以不是毛孔,但是看起来和毛孔差不多 所以也能测试一下底妆方法 对毛孔的柔焦程度 大家进去 就要看一下我的毛孔问题 还有皮肤问题 啊,还黑了 然后呢,在这里可能有没看过视频的人 我说一下我是 遗传性的混合豆皮 然后呢,并不是因为化妆什么引起的 我现在进行妆前保湿 妆前保湿我用的是这个 然后呢,把 妆前涂开 然后呢,我今天是第一次 尝试这个 吹风机底妆的方法 希望不要翻车 因为 大家都有需要超强 持妆的时候 就像我有时候出去我会带妆挺久的 或者说我去看演唱会 就脱妆 底妆斑驳 都是一个让人非常窒息的 问题 然后呢,如果这个方法能解决就太好了 然后呢,我看 网上测评这个方法的人 大多数都是皮肤底子 比较好的 好像没有多少我这种 什么皮肤问题都有的瑕疵皮 所以呢,我就希望 然后,我这个方法能给大家 对于这些 皮肤问题 有瑕疵更直观的 一个呈现 而且也能让跟我一样 有这些皮肤问题的人 有个参考 然后 脱好妆前乳了 稍微等一会儿 让它稍微在脸上 吸收一下沉默什么的之后 再来进行下一步的护肤 然后呢,我下一步用的会是 和我平时一样的步骤 这个 香奈儿的妆前乳 我不挤在手上是因为我比较懒 然后 我没有用防纱是因为我今天不出门 但是为了这个底妆效果的话 我今天会 有时候会离开空调房 到我们家阳台待一会儿 就看一下它在阳光下 然后出汗之后 它的表现力是怎么样的 用妆前乳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不断叠加啊 因为每个功效的妆前乳 都有不一样的效果 像我的话我 本来想说抵个毛孔妆前要不要 但算了吧 因为我们这个抵妆方法 还要测试一下它对毛孔的柔焦程度 所以我今天就不用什么关于 毛孔妆前的东西了 而且我不知道什么 觉得毛孔妆前对我来说没用 不知道是我用法不对 还是什么的 我看有些美妆博主是说 打圈 逆着毛孔的方向 或者顺着毛孔的方向来涂抹 然后呢 真的管不清楚 哪个才是真正的方法 到时候我几个都试试看吧 然后呢 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用毛孔妆前了 睡宝涂抹匀 因为有时候我比较粗心 有些地方没照顾到 眼皮我就不涂了 因为我眼皮比较敏感 好了 涂好了 色差 过一会就还好 其实我要镜子看色差没那么严重 不知道什么 在相相机里面色差特别严重 然后呢 今天我用的东西 会大多数跟我平时的 画底妆的 用的产品是一样的 除了这个 但这个我也之前用过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影响我这个测评的 所以呢 现在来上一下遮瑕 遮一下我们需要遮的地方 其实今天不出门 其实也不用遮得特别仔细 然后我的遮瑕习惯是 我不会把它拍开或者刷开 看过比较多视频的人应该知道 我的话是在粉底液那一步 将它一起拍开 这样子能让我的遮瑕的效果更好 而且更加方便 因为我是比较严重瑕疵的人 然后呢 粉底液我用的是两个混合 也是我最近一直用的方法 MEC的这个柔胶定制无瑕 粉底液的M18色号 它对我来说还是深了 然后它说是亚洲限定色 还是有点深了 然后混合安美的这个13号色遮瑕款 看到吗 上面是安美下面是MEC MEC有深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两泵粉底液 好像有点多 像粉底液 粉底液我喜欢一个手指沾这样子 然后这样大面积的这样推开 这样子比较好拍 而且这样子更能让你的遮瑕力 提高你的粉底液遮瑕力度 但是我每次这样涂就很多人说 你粉底用量好多啊 就不是的 我只是手指沾的面积大 然后让大面积的推开 所以看起来好像用量很多 其实和我平时点成小点 用量是差不多的 我错了 粉底液用量确实有点多了 因为那个七点粉铺不怎么吸粉太薄了 我现在换一个比较吸粉的七点粉铺 再来拍一拍把它 多余的粉底液给吸掉 好了这样子 粉底液就上好了 多余的 我毒脖子吧 哎呦 哎呀 然后先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 多少粉底液之后的 妆感 哎呦眼睛好接丑啊 可是我受到了毛孔 但都都被褶了 除非特别酸的这种 都被褶了七七八八了 但是呢 毛孔问题还是在的 然后再整体看一下妆感 嗯 它是那种 这两款粉底液混合起来 是那种偏雾面 但是又带一点光泽感 但是又算不上奶油肌的那种妆效 就挺适合夏天用的 这边眼睛真的好丑 好像挡起来 嗯 不理了 然后现在它是叠加喷雾 我喷雾会用的和那个 吹风机底妆教程里面一样的 我用的是美帕的B5 然后 热风滴档 吹好脸之后呢 给大家 也不是说还是有点绵稠的感觉 看一下皮肤状态 嗯 我没有用自然光是因为 我想带妆9点给大家看 一面有光线的变化 所以我是用的打光 打的是自然光 不是冷光 所以就不要能呈现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给大家看吧 冷光我怕偏差比较大 然后像它一样用遮瑕液提亮 下要提亮的位置 就管遮瑕液 其实遮瑕力不怎么样 也很稀 但是就是 买都买了 就还挺适合用来提亮的吧 因为 它也追不了什么东西 所以 刚好因为它吸的话 就不容易 卡粉 这样安慰自己就好 也不能说吸吧 是润吗 但是也 算不算是润吧 反正 我也不知道怎么遮瑕润 最起来业用的是这一块 在泰国 买的 然后再看一次 干了 好 大家 整天看一遍 这个妆 要拉近看一下 尾罩 看一下镜子 嗯 不知道视频里面能不能看出来 用了这个方法最好 我的黑头 浮出来了 裹着那个粉浮出来 一颗颗白白的 哇 有点恶心啊 遮脚 这里 也浮了 笑吧 这里 但是在脸颊 这一块 皮肤比较好的位置还好 可能这个方法 不是很适合瑕疵皮肤 而且眉毛中间这些 问题皮肤都浮了 但是现在也没有进行到之后一步 先继续下去看一下 会怎么样 吧 定妆喷雾 我用的是 makeup for ever 我分装出来的 瓶子 喷脸 闭上眼睛 好 缺点手一定很丑 然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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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应该能听得出我那个 嗯 是想表达什么 然后 主角是咬色 觉得有样的 我看一下 哦 可能都浮出来一个 白色的东西了吗 你看到 有感觉裂了 裂开了感觉 你看到没有 哦 哦 哦 有点恶心 但远看的话 嗯 就还 还行吧 但是近看的话 就 嗯 好像这一块有点不是很干 再吹一下 好的 嗯 嗯 现在就定妆吧 定妆我用的是 泰国庞氏 这两个粉 混合着用 哦 这款是有颜色的 这一款是粉红色 偏透明的吧 这款有颜色 它对我来说 对我的肤色和粉底液色号来说 太深了 所以呢 我会 混合两款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呢 我看视频里面 它是进行了 比较大量 散粉定妆 还有烘焙 所以我用的散粉 也会 大量一点 我 太多了吧 打圈 打圈 扫开 但其实我 这种瑕疵皮 打圈的话 我就会很担心 它 把我的遮瑕给扫掉 但是就按照视频说的 来吧 怎么描述 我在镜子里面看到的 妆呢 是不是有一种 要干裂的感觉 是不是有一种 吹好了 看一下 比没喷定妆朋友之前 稍微好了一些 但是 就让我比较在意的问题 还是没解决 就这些 冒出来白头 底妆其实到这里就结束了 就是它都可以按照 自己的 重复到满意为止 我现在不是很满意 所以我决定再重复多一次 整体的妆感是这样子的 大家先看一下 就这样子吧 不是很想再继续吹下去 吹空气吹一点的 感觉不是很好 然后现在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是 15点02分 就算成15点吧 因为刚刚讲话 然后算成15点钟 开始这个底妆测评 我现在去完成我整个脸的妆 我隔一个小时来给大家 回顾一下这个底妆的效果 哈喽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现在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下 是16点01分 就算做16点吧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妆效 我中途去画了个妆 然后包了一会锯 然后期间一直待在空调房里 我待会会到阳光地下待一阵子 然后再给大家检查一下妆感 出一下汗的话会不会变得不一样 然后现在先整体看一下我这个妆 底妆 然后近距离看一下 给大家 剛流了一下眼淚到這邊 前面有假睫毛 有點鬆動 因為滴眼藥水還要打哈欠了 忍不住流眼淚 整體的妝感 我沒有感覺到柔膠毛孔的效果 反而讓我整個底妝看起來更乾和斑駁 就顯得非常的醒老皮膚狀態 然後我在刷粉質的時候 塞紅的時候其實感覺到並不是那麼好的刷開 就是有些地方會顏色積得比較重 像這裡 這塊地方 我覺得還是跟底妝有部分原因的 但目前是沒有脫妝什麼 但是妝效是 到目前我是一直都不喜歡這個妝效 然後我們一個小時之後 再來看一下會變成什麼樣子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又飛來了 然後呢 現在我是沒有開那個 我化妝時候開的那個燈 然後呢 先在這個 頂光的 自然白光下面 看一下這個妝效 現在 再看一下這個妝效 整體看的話 然後再拉近看 這種光線看的感覺還好 然後我們放大開一下 我果然是真的不能不開燈 我還是開個燈比較 自然光的 再整體看一下 整體看一下這個妝效 然後再拉近看 我弟弟放學在看電視 所以有可能會有點吵 感覺 戴妝稍微久一點的話 會比剛開始好很多 鼻子這裡冒出來的 也會稍微收進去一點 可能因為出油 然後這一塊 也會收進去一點 嗯 我們就看到這裡了 整個妝效的表現 然後 我給大家試一下 會不會沾粉底到手機上 先把手機擦乾淨 終於可以顯示時間 然後呢 把臉 用那道手機擦在這的 是 幾乎沒沾上什麼粉底的 是零星了一點 那是散粉吧 就不是像那種粉底液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那種 皮膚本身底子比較好的 油皮來說 這個方法應該挺友好的 好的 好的 我們一個小時之後再見 謝謝 現在的時間是17點59分 其實我已經忘記了 我上一次紀錄是幾點來的 是隔一個小時還是兩個小時啊 忘記了 因為我待會兒 臨時決定要出門 所以可能要等到晚上回來才能更新這個妝的 底妝的妝效 所以呢 接下來的小 就不會 連續一個小時一個小時 更新了 好現在來近距離看看妝感 然後 我媽媽 嫌棄我的妝太濃了 要我擦淡一點 才願意讓我出門 可惡 接下來的妝可能會有變化 因為我要把眼影擦淡一點 然後呢 蓋一下我的腮紅什麼的 所以呢 下次再見吧 拜拜 然後現在又是自然光 給大家看一下住 房間的燈 但是拉近看會特別暗 所以還是開一下化妝燈吧 而且就能 給大家 就展示 同樣的光線一下 什麼樣子的 現在是 給大家看一下時間 是21點21分 然後我剛到家 大概過去了 六個多小時 然後我們先整體看一下我的妝面 整體看的話 整體看的話 妝還是維持得很好的 然後我們來拉近看一下 貓孔 還是 就 嗯 我就不夠多描述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個妝感 因為我感冒 六鼻梯也要殺鼻梯 所以 導致我 鼻子裡 有點 脫妝 但是 還看得出來那些白白的還是扶著 毛孔問題 並沒有得到柔膠 額頭 然後我來講一下 我對這款底妝方法的感受吧 我覺得它是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我的直妝效果 但是我覺得 平時這樣子 噴幾次 定妝噴霧 然後呢 用大量的定妝粉來進行烘焙 也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並不需要用吹風機一直吹 都能達到這個效果 我覺得 其實這個底妝能維持比較好的 原因是 因為我用了大量的散粉 還有我噴了兩次定妝噴霧 並不是因為說這個底妝方法的原因 導致吃妝比較久 然後呢 它也沒有像說那樣 零毛孔 零妝感 妝感還是挺重的 那個粉感 但是呢 怎麼說這個方法 沒有像有些底妝方法一樣 減 就是隨著時間會降低我的遮瑕 什麼的 然後我一直都沒有補妝 其實這個妝 整臉看遠看還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想說去約會 這種 有可能會kiss啊 那種近距離接觸的話 我覺得你還是 除非你皮膚特別好 本身皮膚底子好的 然後呢 可以嘗試 但是乾皮 還有像這種問題皮膚 就覺得不是很適合啦 然後呢 我自己的感受是這樣子 然後你們有興趣的 也可以去嘗試一下 這個吹風機底妝膠程 可能會對你們的皮膚來說 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底妝膠程 但是目前以我個人感受來說的話 並不是特別滿意 但也不是說特別失望吧 因為畢竟 我自己也會說 我會想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